欸欸你們過來你們過來看 怎樣怎麼了怎麼了 這三樓樓梯出現欸 欸? 真的真的真的你們過來你們過來 哇靠欸三樓樓梯怎麼出現了 那個怪物咧 大家現在人在的位置是一間 非常非常昏暗的醫院裡面 你們現在位於這棟建築物的二樓 在眼前是一個大廳 還有一個你們覺得不應該出現在那邊的樓梯 現在出現在那個地方 呃樓梯就這樣出現欸 欸奇怪他剛剛不是還是一面全嗎 那個房間那個二號房你們不測你們不看的嗎 那先看一下再走嗎 好啊好啊 你們一行人從大廳又走回了走廊 走到了二零二號房的門口 欸斧頭在我手上嗎 對 我們上次就是 看那個鐵門啊 有人就是一打開門就往後跑啊 我覺得 當他站第一個吧 好 可以我覺得OK 等一下我剛剛打開看過了 裡面沒東西啊 剛剛不是有人 我打開的時候跑出去跑最快 那不知道叫什麼啊 叫阿民是不是 欸是是是欸就我 欸啊你剛剛跑那麼快 要不要你你你你站第一個 沒問題沒問題啊 好好好啊 我打開了門 你們站在了 A202號房門口把門刷 一聲一打開 映入眼簾了 就是一間 雜亂的房間 呃裡面 沒有怪物耶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好了 給你鳴風你進去看看 你進去看看 你進去看看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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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狂我狂我狂 你們走了進去在房間裡面 瘦來瘦去瘦來瘦去 就是一個很凌亂的房間 請報紙一個偵查 你稍微看了一下 整體房間的架構翻了翻找了找 沒有找到什麼 太多特別的東西 欸好像沒有東西耶 啊那隻怪物不見了嗎 欸啊沒有看到了 嗯 沒有怪物的蹤影耶 不然你大叫一下叫他看看 不要啦不要啦 欸欸欸幹嘛幹嘛 完全不用啦 烏住小哈的嘴 嚇得好 欸不要啦 我跟你講就像蟑螂一樣 蟑螂跑掉之後你就會心裡不安 你倒如果把他打死 不然哪些出現得很可怕耶 欸你嘛 這樣說也是有道理耶喔 對啊 有萬一下覺見到一隻蟑螂還給他跑掉 那這多可怕 不然小哈你大叫一聲好了 喔喔喔喔 都大聲了 一大叫了一聲 空隆 很大的聲音從三樓傳風過來 該 billing在三樓吧 可以 對剛剛不是二樓傳出來的啥 欸欸你 你還記得剛剛有一個更大隻的 你該不會叫 等一下那個怎麼辦啊 打不贏怎麼辦啊 來救一下 欸會不會三樓那個聲音 對欸 那一隻是跑到三樓去了 那你們還要去三樓喔 我不敢去欸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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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我們也要上去看啊 不然沒有生存物資 我們等一下怎麼逃出去這裡 啊 不然我們快看起來那個基層室欸 那一樓那裡啊 它說不是 撿到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信件不是寫說那個什麼 他們沒有趨光信 你看什麼 我不太懂欸 可是你能確定那個東西就是我們上面說的這個 那個光照到會暴動的東西嗎 我也不知道啦 可是三樓感覺蠻不妙的咧 不然我們來投票決定 我們是要先去一樓看那個急診室 還是要直接去三樓 好好好 來投票來投票 我選擇一樓啦 我選擇一樓 我也是一樓 一樓 嗯 一樓翻一樓 等一下 自己去看三樓啦 齁 你們一行人離開了走廊 走回到了一樓的大廳 隱約在下樓的途中 你們一直聽見樓上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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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 欸 樓上感覺 喔 果然 樓上感覺好像有點... 要越活越了欸他 在叫我們過去嗎 這樓梯能不能先消失啊 要不要兩個手在那個二樓那邊 沒有啦 我們要就先去一樓稍微看一看看完 直接去三樓吧 好好好 要先把他手電筒關掉嗎 這個對光很敏感 我們看手電筒很危險吧 喔對對對對對 那就全部全部關掉吧 對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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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還安全啦 我記得條上說他們很脆弱 如果拿斧頭他們會不會呢 欸 那張紙條寫什麼 可以再看一次嗎 就上面寫 他們是守護者 非常脆弱 聽不見也看不見 更是沒有嗅覺 對光卻異常 聽不見也看不見也沒有嗅覺 啊 如果我們偷襲他 會不會比較安全一點啊 我是這麼想 應該是啦 其實不要開光就沒事 我覺得 你有沒有說你的 你好像跑得滿快的 那等一下交給你好不好 你先衝第一個 哇 不然你斧頭借我啦 斧頭借我 我不放心把斧頭交給你 你拿小刀打就好了 喔 欸 這樣不好啦 這機你看 捅人都捅不太死了 你拿叫我拿這隻捅那些怪物 唉唷 拜託一下啦 投票吧 把斧頭拿給他 反對 我7票 我7票 欸 你怎麼這樣 兩票大於一票 那就你去吧 小刀去吧 我不敢啦 我剛剛才從那怪物裡面 死裡逃生出來 你看我身上 你看我手這個 這個 這個傷口這麼深耶 我的肌肉可能斷掉了 阿風給你去啦 等一下再頂回來就好了啦 再斷一次啦 喔 欸 你這小朋友你怎麼啦 你怎麼這麼恐怖啦 阿不然小綠你 欸 小綠你你高興好不好啦 我兩個比較強壯 好不好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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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還有傷耶你 我也有傷啦 我也有傷啊 你看我兩個胸差不多呢 你看我們的傷口 好啦好啦好啦我去啦我去 我阿風我也陪你去啦 喔 還是阿民好 可是你知道手電筒耶 你要怎麼辦 我手電筒關掉了 手電筒關掉了 不是你有破掉我的手電筒 阿民你們那個造儀喔 你們一行人 現在手電筒在誰的手上 對現在手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欸 我好的是哪一個 在我手上 OK好的是在小綠手上 其他都是壞的 好 阿民跟風哥摸著牆就開始靠靠近急診室 你們靠近急診室的同時 樓上的聲音依舊是 砰砰砰砰砰砰 不停的震動著 在靠近急診室之後 你們發現急診室它是一個 有點像是玻璃的門 但是這個自動門 因為電力的關係緊緊關著 上方寫著急診室 往裡面一看 發現裡面就好像有東西在動 形容不像是人類 欸 打不開耶 我先試看看用力搬搬看好了 好 好 請幫我做一個力量判定 你用力的搬了搬 透明的玻璃門 但儘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氣 但玻璃門依舊無動於衷 哇 欸 沒辦法捏 沒辦法捏 不然我們去三樓好了啦 還是可以把那個 自動門打破啊 打破 欸 強硬嗎 用 用斧頭砍 所以可以撐爆啊 靠近妹妹不是說她聽不 也看不 對啊 所以 但是 我們也不能確定裡面那個就是 信上寫的那個啊 可是目前來說應該最有可能就是這個吧 但是 斧頭麻煩你我這裡也沒辦法啊 還是我們回去跟他們講講看 把那個小哈講一下啦 叫他斧頭麻 叫小綠 把他打開嘛 走走走 我跟阿民摸著牆壁 一路又走回了眾人 眾人所在處 呃 那個門打不開 那打不開了啦 我可能用 吃奶的力氣的 用的沒辦法啦 打不開啊 不然我們就直接去三樓吧 我是想說 可不可以看可不可以用斧 把那個 自動門的玻璃打破 然後 鑽進去之類的 這也是得力啦 絕對咧 我記得 如果真的是那個紙上寫沒錯的話 這個裡面的生物 守護者他對光線是會有影響力的 那我們把這個門自己打破的話 我們外面是有一點光源的 還是會 他們會衝出來 欸 欸也是有道理呢 你們所在的地方幾乎已經按到 看不到東西了 我看也是 可以啦 因為一樓的緊急逃生的那個被 民風弄壞了 那 我是怕二樓傳來的那個樓梯間的光 然後我們傳 稍微有一點點的傳進來 因為他很敏感 萬一 萬一他那 四處守守守守守 守到那個樓梯間 不就看到了 看到光了 欸對 紙條上面寫他們沒有觸覺 啊 啊你沒有 啊爸 我們去三樓好 但是三樓一直動動動耶 我也很怕餒 很怕餒 我是覺得是可以試試看啊 因為 有張紙條上面寫 那個 主人遺失的寶貝他們保護著他 啊他們 目前 指的 應該就是守護者 因為目前我也清楚的養 急診室說明藏了一些 東西 小妹妹的東西 不然就試試看好了 啊不然後面有人要看看 就是要有人把風啊 啊我們打破還好照應一下 那就是我 那斧頭給我了 我來砍吧 你來砍 我保護你們啦 好不好 我在你後面看著 好 好沒問題沒問題 小綠接過了斧頭 你們一行人靠近了玻璃門 然後正準備把斧頭揮了下去 這個時候 小女孩在夏琳旁邊一直扯扯 扯扯你的衣袖 怎麼了嗎 他指著玻璃門裡面一直搖頭一直搖頭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 先不要 他好像在告訴我們不要這麼做 妹妹啊有什麼不能這樣做 會不會是我們誤會了什麼 妹妹好像知道些什麼呢 要不要跟妹妹問一下 感覺妹妹好像在這裡 喔我問他 嗯 裡面的東西很危險 他點了點頭 我媽怎樣很危險啊 他腫了瞳間 阿楓閉嘴阿楓閉嘴 欸 他被風哥嚇到然後一直往後退 不要怕不要怕 好啦好啦 不好意思啦 失誤啦 對我幻想到你說 就這本日記本不是你的 阿楓閉嘴阿楓閉嘴阿楓閉嘴阿楓 你上面寫著來了是他 那個他是誰 他他他他看著你 他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嗯 是守護者嗎 他他聳了聳間 不然這樣好啦 我覺得我們去三樓好了 這邊就搁著吧 先搁著 我還要在搁 裡面一行人一路走著走著走著 回到了二樓 大廳 我們確定要往三樓 你現在被Security喔 我很怕捏 不然要去哪裡 好啦好啦 走啦 你們一行人拖著 猶豫不決的步伐開始往樓上走 手扶梯就是 它是鐵做的 每每場上去的時候 嘎嘎嘎嘎的聲音 一直就是從你們的二邊傳來 這個手扶梯感覺起來 比一樓到二樓 從地下是到一樓 都還來得遠 一樣高 但是就感覺像是走了至少三四分鐘才走到 啊怎麼那麼慘 太久了吧 都看一下 如果真的有狀況我們再往回跑吧 再往回跑吧 只能這樣了 你們一行人踩著 鐵製的手扶梯來到了 即將進入到三樓大廳的入口 稍微看來看來看來看 幫我舉一個偵查 誰在最前面 誰在最前面啊 拿骨頭這個前面吧 小綠幫我舉一個偵查 你稍微定睛看來看來看 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冬天中的聲音隨著你們到達三樓 停了下來 欸 那個聲音不見了 沒想啊 因為我沒東西了 我們先走了 好好走 你們走到了三樓大廳 三樓大廳跟一樓二樓幾乎是 一個模子刻出來一樣 中央有著服務台 旁邊有你們剛剛走上來的那個樓梯 左右兩旁有偷往其他地方的走廊 這個地方 這有緊急照明燈 綠色的光芒灑在大廳上 你們靠近了中央的服務台 服務台上面有擺著幾台電腦 由於停電的關係無法使用 桌子上有沒有東西啊 先幫我指一個偵查 你翻了翻翻了翻沒有看到什麼有用的東西 我來找他來喔 先幫我指一個偵查 你稍微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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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桌子上雖然沒有任何的東西 在牆面上 始終掉下來的旁邊 有著樓層的簡介 樓層的簡介跟一樓的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 你們發現你們來到了三樓之後 你們看得懂 三樓的簡介了 欸你們過來看 那個牌子上面三樓 因為我們在一樓看的時候不是不清楚嗎 對啊對啊 他...清楚了耶 欸喔 欸是像 孩子... 在...急 孩子在...急診室 孩子在...急診室 但欸 孩子 啊這裡不是一個小妹妹 啊 等一下 欸我...孩子在急診室 小女孩看著你們 小孩子 是有第二個小孩子嗎 有可能是有第二個啦 小女孩怂了怂間 應該就是指你吧 可是...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牌子上 在急診室 小...小女孩我們是在... D1 X光 欸對耶 4X光室 所以急診室 喔喔喔我覺得... 另外一個小孩欸有可能 要去...看一下嗎 阿但那個... 你的急診室就是剛剛那個啊 妹妹不是叫我們不要去 我不要過去了啊 還是先搜索第三層啊 三層剛剛有奇怪的聲音咧 那是12層 我們應該沒有地方可以去啦 好啦不然... 不然看看... 請看阿迪雅 走廊兩邊應該是有東西 看其中一邊吧 欸小心一點啦 看一下小心看一看 如果有東西趕快跑耶 你們...同時往兩旁忘了過去 但... 因為... 四周太漆黑 儘管你們把手電頭往前照 但走廊太長 幾乎無法照到最底端 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看了啦 看不到欸 好遠欸 先搜索左半邊吧 你們靠近了左半邊 手電筒的燈越來越微弱 你們看到了在牆面上面 似乎有牌子上面寫著病房 A301 A302 A303 這個時候你們把手電筒往前一叫 叫到了一團東西在走人的最底圖 小女孩露出非常非常害怕的表情 緊緊抓著夏琳的蛇臂 欸 各位 不要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不是有東西啊 怎麼了 你怎麼了 那個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不確定那個是不是守護仔 還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把燈關掉好不好 關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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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把手電筒給關了起來 在你們把手電筒關掉的那一瞬間 空氣變得非常非常凝重 似乎聽到了稀稀疏疏的聲音 沒有我們先去301啦 走我們301啦 先去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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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聽 我先 我先聽看看 你們腳步非常非常非常輕的 靠近了301號病房 風哥把耳朵貼在了房門上面 請幫我指一個聆聽 你現在唯一聽到的就是那個 你不是有聽診器用那個聽聽看嗎 欸 對 阿民阿民你也聽診器咧 來來來我用我的聽診器聽聽看 阿民拿出了聽診器之後 把聽診器貼在了房門上面 請幫我指一個聆聽 陳五 你仔細聽了聽裡面的東西 你並沒有聽到任何東西 阿沒有 小小開一個門 門縫看一下啦 好好好沒問題 風哥把手把轉了開來 門推開的時候 其他的門 並沒有這個門的狀況 但是這個門 感覺起來有點卡卡的 哈 這門不好開啊 卡卡的啦 這門不好開啊 卡卡的啦 讓他跟你一起開好了 讓他我跟你一起開好了 這不能太用力喔 再用力等一下 那個 小聲一點開啊 我們小小力的 溫柔的把它開起來 你們 稍微吸加力的力道 把門給推了開來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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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呃 門不停的發出這個聲音 你們發現 原本 平緩的呼吸聲 你們似乎變得有一點點敵意 我覺得這個門不行啊 他現在開多 縫開多大啊 應該可以 鑽進去了吧 一個拳頭 這麼大而已 阿不 太爛了吧你們 阿不阿 誰死 他死人 就大起來了 阿不 阿不 不然從那個裡面看進去好了 有誰來看 我看一下我看 請幫我舉一個 偵查 夏琳把 夏琳就個子小小的 把頭貼在了門縫上面 往裡面一看 你看到了 有一雙眼睛盯著你看 Sand chec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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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